先做伸展的动作 手腕转圈 我们活动一下 长辈们跟着老师热身活动筋骨 适时做运动有益身体健康 尤其随着年龄增长 肌肉和肌力也会加快流失 导致肌扫症或是衰弱症 造成身体功能下降 增加跌倒骨折的风险 目前肌扫症它没有特殊的药物 它需要靠均衡的饮食 来延缓肌肉的流失 再加上规律的运动 来预防跟改善我们的衰弱 跟肌扫症 特别一些主抗性的运动 肌扫症无法靠药物治疗 只能利用均衡饮食和规律运动 改善症状 台北市卫生局针对引发长辈 设计专属运动APP 90活力站 里头包含伸展 肌力 有氧及平衡不同主题 使用者不受时间和天气限制 在家就能自主运动 只要一天没有跟着运动 就感觉怪怪 在运动的时候 生女也会一起滚着运动 主生一起运动 是我们最大的乐趣 透过这样的一个90活力站的运动APP 让长辈做使用 他们对于他们的上肢肌力 下肢肌力 下肢的柔软度跟心肺势能 都有促进的一个效益 健康常识结合数位科技 不管是上班族还是影法族 都能尽情享受运动乐趣 养成运动习惯 身体自然越动越健康 记者邱世民採访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